好的来关心哦这个前台苏拉 他目前呢是已经降成这个中台了 那他前脚刚走 但是要看到呢海葵又紧接着 好来报道了 气象局最新观测的路径呢 他的路径是再往南修了 那么对我们来说 影响就不容小觑咯 好现在呢 他是以每小时19公里的速度呢 向西北溪的方向在进行当中 而进中心的最大风速每秒33公尺 瞬间的最大阵风每秒43公尺 相当于是12到13级的阵风 而他在稍早已经升格成了中度台风 那么气象局呢 最快会在今天下午就来发布 海葵台风的海上台风警报 明天清晨预计会发布路上台风警报 好我们紧接着来看到的是路径的部分呢 从这一张最新的一个预报路径要来看到 现在呢看到海葵朝着这个西北溪的方向在移动 那么呢有可能会直扑好到东半部的一个陆地 而来看他的暴风圈是会擦过的 甚至有可能登陆 那么目前预报的登陆地点 有机会有可能会在宜兰 或者是呢不排除继续往南调整 有可能会登陆花岭也有可能 同时他未来移动速度也会比较放慢 那也会导致影响的时程跟着延后 好来看到呢在明天呢晚上暴风圈的边缘 就会逐渐的接触到陆地 那么在周末影响是最为剧烈的 在礼拜天呢台风中心会穿越台湾的上空 向西进到台湾海峡 暴风圈呢预估会笼罩全台湾 要等到下周一台风中心呢继续 这个朝着福建沿岸 暴风圈才会来脱离台湾陆地 台风警报才会逐步来解除影响的状况 才会逐渐的减缓下来 好海魁台风呢对于台湾来说影响的程度 明显的加大了 也很有可能成为四年来 首个中心直接登陆台湾的台风 所以提醒大家务必还是要做好防台准备 如果你在周末期间有计划要到山上 要到海边去活动的话 恐怕要来调整或是要暂停这个计划了 好我们来看到呢关于说气象局也有来发布 好各地的暴风圈侵袭几率 那么第一名呢好就是花莲 百分之八十二 好同时呢说宜兰也有可能是 它的登陆地点 那也暴风圈侵袭几率有百分之七十八 另外呢它是会穿过台湾的上空 好往这个西部来前进 那么到台湾海峡 所以苗栗县好包括了新竹县市 也都有七成五以上的 这个暴风圈的侵袭几率 另外呢包括在双北地区 桃园基隆 也都有百分之七十三左右的一个 暴风圈的侵袭几率 好我们从卫星云图要来关心 是今天的整个天气动态了 好今天白天开始呢 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 尤其桃园以北东半部都不定时会有短暂震雨 而且要提醒大家这个雨势呢 你现在或许还感受不到 但是雨势在越晚来说会越明显 而在新竹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那么是以午后的降雨比较明显 好另外呢今天呢在金门 马祖都有较强的震风 提醒大家台风接近 明天晚上开始包括在基隆北海岸 东半部沿海的空旷地区 还有呢外岛马祖的部分 都有八到九级的强震风 另外呢这个基隆北海岸东半部 南部好恒春半岛的沿海 以及马祖也都会有长浪发生的几率 目前都已经观测到有三米左右的浪高 所以呢如果非必要还是尽量不要到海边去 从事活动比较安全 好我们紧接着来看到的是呢 雷达回波图的部分 目前看到呢回波的情况 好已经出现在了这个北台湾 还有包括在宜兰东北角的地方 好另外呢因为苏拉远离 那它的外围环流 还是呢会为南台湾这里带来一些的降雨 好我们紧接着呢来告诉大家 这个未来几天的一个降雨的一个情况 其实呢好要告诉大家 从今天晚上开始 好包括呢看到明显的在北部 还有在东北部的部分 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 降雨的情况逐渐的增多 那刚说到了明天周六台风呢 就会逐步来靠近 好当然了北部东北部白天开始 风雨就会逐渐变得很明显 而中南部地区也会呢 由北往南开始就下起雨来了 花东地区相对有一些地形的一个屏障 所以降雨情况呢是有比较少的 不过也是会有短暂震雨出现的一个机会 而明天晚上开始呢 暴风圈呢逐渐在接触到陆地 好看到呢北部跟东北部的风雨 渐渐的越来越大 那么呢这个降雨预报的部分 都已经出现了紫暴这样的情况 好包括在中南部地区 还有在花东呢除了降雨之外 风势也会越来越大哦 那么到了后天 这个礼拜天呢 台风中心穿越了台湾的上空 各地天气情况也是会持续的恶化 尤其呢在北部东北部 好位在台风移动方向的一个右侧 所以强风好雨的情况一定会出现 也会最为剧烈 周末一定是影响最剧烈的时候 到时候包括连中部花莲都会有比较大的风雨 那南部跟台东的风雨是一阵一阵的 也就是说全台湾都会明显的受到影响 好小精灵要提醒大家的是呢 今天来说各地的降雨几率都是偏高的 而且提醒大家雨势是越晚越明显 另外呢在沿海要留意有长浪发生 同时南部沿海地区已经出现了三米的浪高 所以请大家台风接近呢 大家还是不要到海边去活动 以上是最新的天气动态提供给大家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机能日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种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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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